好 主任仲台北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今天一大早七点也是到了市场来扫街败票 就是他第二天都是这样子这么早的行程 不过外界也相当关心他怎么看这个临志坚退选的事件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当然在换了人当然要重新整军 那我想郑玉鹏也是一位非常理想的政治人物 我们对郑玉鹏也很有信心 那之前打出说北北桃就是这个连线嘛 那换成郑玉鹏之后有想过要跟他去帮他站牌 或者是一起合体 我们在北北基桃大家一起共同竞选 那破坏未来市政跟国政的愿景 那这仍然不变 我们不用太严厉 就是说也够了吧 讲话来消费这件事情够了 应该回到市政跟国政的讨论 好的可以听到陈时中针对蒋万安这件事情 对他酸言酸语这件事情是难得说出重话 希望他可以不要再消费 不过呢外界也认为陈时中呢 在绿营以及深绿的中高年级层的这个选票 这个支持度比较多 他也说接下来会用政策让中间选民 以及年轻选民对家更加的支持 那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我问你需要另外一个来自讨论的地方 第二次在讨论的地方 在讨论中标准备 你需要のは我们需要的帮助 ид时可以忧耳已 对这一次 你需要的帮助